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码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Y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三项运算式 这个三项运算式在每个语言中还都有 那么LUBY中该怎么写呢 好 咱们看一下质量 非常的简单 首先说呢 跟一个条件 跟一个逻辑条件 然后呢 加问号 然后呢 再加上处理 冒号处理二 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写法呀 Java C Sharp Java脚本 C++ 都是一样 C语言 都是一样 什么意思 我看啊 就是这个表达式的说明 我给您说明一下 首先说 前面这个条件 什么意思呢 它呢 是逻辑表达式 它要返回一个不耳直 什么叫不耳直 true false 真假 没有空啊 只有true或false 这叫做不耳直 稍等我去加空格 好 那坏话说 我前面的条件呢 有可能返回真 也有可能返回假 只有两种条件 只有两种可能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它返回真的话 你看我写了嘛 出离一 什么意思呢 当这个条件返回真的时候 那么走出离一的逻辑 然后加个冒号 就是出离二嘛 出离二什么意思 当这个条件为假的时候 要走出离二的逻辑 这个逻辑 不是这个逻辑啊 是这个三项运行 是非常的实用啊 我在我的这个实际项目中中 对于这个 因为懒的朋友啊 像我们的项目组 有很多懒的人呢 他不 他不愿意这么用 他就直接写这个if-else 那没问题嘛 但是代码涌余嘛 对吧 非常多 如果说是相对简单 仅仅是if-else判断的话 我推荐您使用三项运试 代码很简洁 而且一目了然 一看就懂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啊 首先说 我这举个例子啊 什么是NBA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NBA嘛 什么是NBA的顶级球员 我认为啊 场均得分 大于30分 就你顶级球员 库里哈登 这都是顶级球员嘛 对吧 杜兰特 对吧 好 那么我呢 这有个变量 叫做这个得分 point 得30 我下面这有判断 大家看啊 这个是标准的if-else语句啊 如果得分大于等于30 我就打印啊 你是顶级球员 否则我打印一般球员 但也不 这肯定也不是一般球员啊 你平的得分 256 278 这也绝对顶级球员啊 我这举个例子啊 这是属于MVP级 这不是顶级啊 MVP比较好 稍等啊 MVP级别的人员 没问题吧 但是大家请看 我这代码是不是麻烦 我写了五行代码 那么如果用三项运算式呢 也非常简单 看就这一行 就一行啊 咱们看前面是一个逻辑条件 换句话说 是不是大于等于30分 如果是大于等于30分 就打印顶级球员 我改一下啊 叫MVP 如果大于等于30分 就打印MVP 否则打印一般球员 怎么样 这个三项运算式 一行代码搞定啊 好 有朋友说 你这是不是真的 没关系 咱们马上运行啊 咱们还是用 Luby的交互式命令行 IRB 我试试啊 我首先给一个分数 P O I N T 等于30分 好 我现在用这个POOS命令 咱们试试啊 这个命令 我不用给您敲了吧 您应该知道 肯定能出来 对吧 咱们只要试试这个三项运算式啊 POOS P O I N T 如果它大于等于30 怎么 哎 怎么40了 30 问号 它就是MVP 否则 这加上一个冒号啊 哎 否则呢 就是一般圈 就是一般player 我就随便敲啊 敲player 哎 收藏 我这POOS少加S啊 好 回车 哎 大家看看 怎么样 一行代码搞定吧 如果说我现在 场均得分 是25分 哎 不好意思啊 我是敲错了 P O I N T 等于 键盘保史啊 是不好意思啊 好 咱们再执行一下 刚才的三项运算式 刚才30 它打印出来是MVP 对不对 现在我25了 应该是打印什么 应该打印这个player 对不对 咱们试一下啊 哎 怎么样 咱们没有加 非常繁琐的 一番二次的判断 一行代码 搞定咱们的需求 而且可读性呢 一点也不差 代码量呢 却缩减了 五行到一行 缩减了80% 对不对 所以我推荐您 如果在您的项目过程中 有单纯的 if or判断的话 能用三项运算式 我推荐您 用三项运算式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啊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 开源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下载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咱们下个视频